典署告放 台湾阿明的信原来是一篇幻想创作文 国办澄清这封信并非国办发出的 已交由律师处理 民众党则提告国民党意图是科不当选 在社群媒体上面系统性的操作 这样子的一个不实的讯息 这些行为都已经 都已经是明显违法的犯罪行为 我已经告发了 中华新闻云将台湾阿明的信 紧急下架并刊登道歉信 民众党点名这间媒体的董事 就是侯友宜进版发言人黄子哲 我们直接看到了当中的董事黄子哲 他就是现任的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 侯友宜办公室包含我 包含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干部 对于这个信件的内容 或者是流出 侯伴事先毫无所惜 台湾阿明的信 一度让人以为郭台铭表态了 结果不到两小时下架 标题郭董的信 原来是宣董的信声 三地行万里完生 罗佩与SNG小组 新北采访